Hello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最近我的一个学员因为某些问题而非常的烦恼 我觉得他的问题还蛮典型的 所以想拿出来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先介绍一下我这个学员的背景 学员现在是我们的严实私教的一个学员 因为之前长期的得不到正确的性知识和性观念 于是导致他用错误的方式长期的自我解决生理需求 然后因为大众文化的影响认为说 自己自卫会导致早泄的问题 于是就一直不敢找女朋友 现在差不多两年了都没有找女朋友 最近有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 但是问题就出现了 她没有办法放下内心的紧张去面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蛮普遍的 相信大部分男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一来是我们没有一些正确的性教育 导致我们的性观念是错误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里面 那么厉害的人跟自己比的话又差很远 于是内心就会引起一个很大的落差感 但是殊不知你是一个普通人 你怎么可以跟那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比呢 其次的话呢 因为男生都会有一种虚荣心 喜欢在朋友面前吹嘘 吹嘘自己时间很长啊 吹嘘自己真的很大很厉害啊 但实际上呢又是怎么样呢 那只有他的女朋友知道 那别人吹牛不要紧 但是对于你来说呢 又会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压力了 你会觉得大家都很厉害 只有你不行 然后再加上我们大众文化的影响 会觉得男人是不可以说自己不行的 于是呢 多方面的压力导致 每次在啪啪的时候都非常的紧张 生怕自己做的不好 但是呢 这种事情啊 就是非常的捉弄人 你越怕自己做的不好 你就越做不好 那在这里的话呢 乔老师给到的建议就是 首先第一 你一定要去获取一些正确的性知识 你并不是有病 只是说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罢了 只要通过科学的训练 每个人都可以变成掌控时间的高手 第二的话呢 同样的要把正确的性观念传导给你的伴侣 因为在我们国内的话呢 大部分的女性的性知识啊 都是来自于男人的性知识 然后再经过自己加工的一些知识 所以把正确的性知识传递给你的伴侣呢 对你来说呢 也是一件好事情 第三的话呢 就是要和你的伴侣坦诚相待 你可以跟他说 宝贝 我现在已经开始在练习了 我希望你也能够支持我 我们一同努力 让我们的夫妻生活变得更加的和谐 你要让伴侣知道 你的努力不是为了你自己 而是为了你们共同的亲密关系 同时呢 又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练习呢 就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另外的话呢 像这种的交流方式啊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在后期的一起探索的过程当中呢 这种交流方式呢 也是可以非常顺其自然的 让你们后期的沟通呢 无阻碍 只要你能够大方坦诚的 做到以上几点的话呢 其他的都不是什么问题了 我会认识的过程当中呢 我会认识的过程当中呢